歡迎收看二分之一 歡迎來到女人的殿堂 說真的 世界各地有這麼多的景點 都走不完耶 對啊 而且每一個大家都好想去喔 對啊 像我這次去巴黎又去美國 而且光美國來說 我這麼熟悉 去過這麼多次 沒想到這次有給我驚喜耶 什麼樣的驚喜 你知道這次有來的這個深度之旅啊 你知道原來白影 很深 深到你會怕嗎 你知道原來白宮原本不是白色的嗎 難道是黑的 它是後來被燒過之後七成白色 才叫白宮 真的喔 真的啊 我是不是很博學多問 真的耶 不去你還不知道 真的不去還不知道 但是世界上有太多這種景點 但是有時候我們會覺得 這景點要去 可是當地人會覺得 你哪有去的啊 你怎麼敢去那邊啊 那邊之前發生了好多的故事 我們都不敢說 到底有什麼故事呢 就讓他們自己人來講講看 所以今天我們也請到了 只要有它 就有詭異的事情發生 我們的東方代表歡迎 但對面的聽到景點超有事 但是還想去看看喔 我們的西方代表歡迎 歡迎 超過觀光景點 可能會害你卡動音 今天東西方代表們 要告訴你 各國究竟有哪些觀光景點 其實是當地人的禁忌之地 那有沒有呢 在你們國家 這是像我們這種觀光客 一定會去的景點 可是你們當地人卻 打死都不會去的 有嗎 有 日本有 大家第一次來日本 東京玩的時候 去哪裡呢 東京玩的時候 一定會去 心素也會耶 對啊 去看看夢多的老同事們 對啊 是 師姐怎麼樣 有什麼要補充 師姐 東京鐵塔 東京鐵塔怎麼了 很多了 觀光客情侶一定要去的 有問題嗎 一定要喔 你剛剛是說觀光客嗎 觀光客 對啊 情侶一定要去喔 而且更可怕的是 你後面有一台大電視 而且那上一面那兩個人 好像我們喔 東京鐵塔怎麼了 你要不要下來講給我們聽看看 好的好的 我給你看 你看一下 好可怕 沒有沒有 好漂亮喔 這就是東京鐵塔的照片耶 好恐怖 誰沒有看過 這麼驚訝 大家知道的東京鐵塔 大概是這樣子吧 很漂亮 對 可是大家知道 這個是用什麼蓋的呢 鐵塔 就鋼鐵 鐵塔就是鐵啊 差一點 對 這個是戰爭的時候 用的那個 戰車的鐵來蓋的 那種坦克車之類的 要這樣用物利用啊 對 所以晚上 還滿環保的 晚上其實情侶不要來這邊啊 因為像碗 它旁邊那個是什麼 這是廟 因為後來這邊有太多那個貴故事 所以附近有總共是兩個廟 所以它周圍有廟 你們有發現嗎 有 我那時候去東京的時候 然後就是因為第一陪帶我們去玩 然後就說好像在那個東京鐵 它那個公園有四個角嘛 對角就是有兩間廟 專門是在那邊震殺的 可是我們不知道為什麼 那你有聽過什麼鬼故事嗎 所以呢 其實白天拍照的時候是還可以 可是晚上 那個很多情侶是以為是晚上來這邊 一起拍照 覺得很浪漫 對啊 可是呢 在這裡拍照 有時候就拍得到該拍到的 不該拍到的 對 就是 很多外國人都喜歡去這邊 可是其實日本人都不太會 你們自己當地的晚上是不會去 而且他們不去就算了 他們還不跟別人講 這個你們不知道了吧 但是真的不知道 這我不知道 因為我們去東京 我們真的只是去看那個鐵塔而已 對啊 我們會去周邊的一些 你不知道 不知道 可是還是有人晚上會過去吧 超漂亮的 一定會啊 晚上太好看了 沒有 其實是這樣子的 不過日本的鬼故事應該很多吧 超多 日本就是一個很可怕的地方 我接下來要講的這個地方呢 也很恐怖 就是在一個呢 看似非常溫馨的地方 哪裡 就是 豪斯登堡 這裡啊 看起來呢 就是一個非常漂亮的地方 充滿是歐式風情 但是我告訴你呢 在這裡面有一個鬼屋 超可怕 是這樣的嗎 就是它 就是這個鬼屋 最恐怖的 會不會就是這一棟 就是這一棟最恐怖的 沒有 就是出來被嚇到 跟它鬼好不好 好耶 為什麼呢 這個呢 鬼屋它恐怖在什麼地方呢 它一進去的時候 它其實是一個電影院 聽起來好像還好對不對 滿好看的 但是它坐的電影的位置呢 它是一個人坐 然後空兩個位置 一個人坐 空兩個位置 為什麼 就是讓你旁邊 絕對不會有任何一個人在你旁邊 然後呢 它讓你戴上一個耳機喔 然後播放那個電影喔 然後那個電影就是殺人片 一下子全案 然後一下子那位這樣 就是人家就是殺人這樣 然後血這樣噴出來這樣 然後那一下又全案一下噴 然後又有人殺人 變態喔 然後那時候我在看的時候 就這樣噴的時候 我已經很可怕 然後突然有人噴出來殺人的時候 我就突然感覺到我的肩膀這樣 有人推你 對 而且是扎扎實實這樣推我喔 死定了 然後我就突然 那個人推她說 小姐 出來快點你不化妝 不是 妳是走進去 這樣嗎 對 就在這個裡頭 然後那我就這樣被推了一下 我突然大尖叫 就啊 這樣 然後我就想說 奇怪 出來大家怎麼都這麼勇敢 就是都沒有人在尖叫 我想說大家都被推 怎麼沒有人叫都好勇敢 後來我出來之後呢 我就問我同行的友人們 我就說 欸 這個電影也太逼真了吧 居然就是殺人的時候 他也會就是這樣弄你一下這樣子 妳是不是不小心買4D的 買4D 4D耶 沒有這個效果啊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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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說 因為我原本也是這樣覺得的 所以我就問了我的朋友 結果我的朋友 每個人都跟我講說 沒有啊 沒有人推他們啊 然後我就說 只有我一個人沒推嗎 然後我想說 那會不會是 他是隨機的 就是看到不爽的就推一下這樣 對 然後我想說 沒化妝的 不是啦 不要堅持在素顏這個部分好不好 我想說呢 應該呢 是工作人搞的鬼屋 我為了要證實 因為我太害怕 因為有的鬼屋有沒有 那工作人員就故意弄你 對 很合理 可是後來我就跑去問那個工作人員 我就說 你們是不是剛剛就是還有安排這個 結果工作人員就說 完全沒有這個橋段 他不敢跟你講啊 他不敢跟你講啊 對啦 對 所以我就覺得很可怕耶 我就相信是工作人員吧 我只能相信是工作人員 但是當下工作人員跟我說 不是工作人員的時候 我就當然大哭 因為我就覺得 因為那個推是很真實的 就是有一個人的手 然後就這樣子 就這樣子弄你 所以就是一個他素顏惹到鬼的故事 很可怕 不是 我有化妝啊 看不出來嗎 我想介紹一下 波蘭的哈利波特的城堡 好啊 波蘭哈利波特的城堡 聽起來就是一定要去的地方啊 對啊 也是個開始的 電影裡面也很多鬼啊 對 就是波蘭南部 靠近德國跟捷克的一個小城市 就是有像哈利波特的城堡 對就是在這裡 很漂亮 很漂亮耶 很漂亮耶 就是那個城堡有大概800年的歷史 對然後就是 但是這個地方沒有像哈利波特那樣的浪漫 就是因為就是它從來有很多族人 然後傳說那邊發生很多恐怖的事情 就是有一個傳說說300年前那邊有一個 德國的貴族 然後有一個主人跟他的太太 然後那個那時候有戰爭 然後主人要出去 離開了家兩年 後來過了兩年主人回家之後 發生老婆突然有一個小孩 王 這是外遇的故事還是 特意啊 波特 隔壁老王的故事 什麼意思 所以就是老公覺得就是一定出櫃了 然後就是他做了很邪惡的事情 他把那個小孩圍起來在槍壁裡面 然後讓小孩死在槍壁裡 天啊 對 然後後來就是他還把老婆丟到水井裡面 然後就老婆很慘就是也是死掉在水井裡面 然後後來呢就是現在的人 就是會去那邊觀光 然後那邊有飯店 但是呢就是很多人聽到從水井裡面就是 哭的聲音 然後就是也聽到就是救命的聲音 對 就很可怕 好刺激 我好像有聽過這個故事 對 所以那個小孩是你的 不是啦 好可怕 對 然後呢 然後其實附近 住附近的人晚上有一次過去就是城堡裡面 然後他有看到從水井裡面有女孩出去 然後他有進去那個城堡 然後找小孩就是找到的小孩 所以從水井出來到城堡裡面去找他的小孩 對 然後找到之後他後來就回去那個水井裡面 就是就很可怕 然後附近的人都不敢去那邊 通常這種鬧鬼的一個晚上都超貴的 而且聲音都超好的 對 好奇怪 就是我覺得看起來很浪漫 但是其實不是那麼浪漫 對 OK 了解 可是講到這樣子世界各國去的話 我自己真的就還遇到不少 應該說我聽過不少 我今天要來分享一個 你也去了很多地方嘛 對 我今天要來講一個是 真的 而且這個地方離我們台灣 還算滿近的 而且很多的台灣觀光客都會去玩 哪裡 我來講給你 搞不好你我都去過的一個地方 真的喔 搞不好喔 因為廈門很多朋友都去玩過嘛 當然 對不對 廈門有一個很有名的小島 叫做古浪雲 有 好美 對 我有去過 因為他以前 大概在一百多年前的時候 那邊有很多的外國使節 或是富商 會在上面蓋很多的別墅 當成是他們的度假聖地這樣子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第一張照片 你來看他那個房子裡面的洋房 裝潢是超級漂亮的 你看 整個是很歐根喔 有 有 我們那時候去開一個美食節目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就借了他 因為他這個洋房 他大概有十幾間房間 那他們一樓呢 這個是重新整裝過 所以他們就用一個很漂亮的 那種皇家籃這樣就蓋下去 那你看旁邊這樣子日光照進去 是不是很美 我們就選了其中一個最大的房間 來拍攝我們的美食節目 燈光師呢 喬好了 攝影師只要一喊說 來 開機 我跟你講 一次斷 兩次斷 你看斷到第三次的時候 大家都毛了 想說怎麼會這樣子 是不是 而且是大白天嗎 是大白天 就在這個時候 你看這個是外面 它長得多漂亮的樣子對不對 然後大家就覺得說 今天心情很好 可是因為遇到三次斷電 就怕會影響到後面的工作進度嘛 那時候那不然趕快去檢查一下 電箱或是怎麼樣的 結果他去檢查回來想說也沒事啊 然後這時候 我們的化妝師 他就從廁所走過來 然後那個臉是這樣鐵青這樣 喔 怎麼了 可能十天沒有上廁所了 我們也怕是不是吃壞肚子之類的 因為在外地嘛 結果他說不是 然後我們就說你怎麼了 因為我們其實都知道這個同事 他是有一點點特殊的體質 然後他就說 那個我覺得你們還是 拜一下比較好 就這樣發抖地跟我們講 那因為你知道其實在中國 他們拜拜的習慣也沒有很多 不慎行 所以我們就自己工作人員 湊了三支煙 就到這個門口外面 剛好這裡是一個花圃 在那邊點了煙 然後我們大家拜完四方 跟大家說道歉 不好意思 打擾到你們 煙插下去 燒掉半支之後 奇怪耶 一切就順利開拍了 好啦 順利開拍之後呢 我們就問他說 你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因為晚上我們就去別的地方吃飯嘛 你看看這個餐廳裡面美不美 對啊 我跟你講這種東西我會雞皮疙瘩 你會雞皮疙瘩啊 對啊 好 我告訴你 我們就問他說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剛剛那個藍色的走廊很深 對嗎 走到底就是他的廁所 這個房間剛好是在 這個走廊一半的位置 他說他去上廁所的時候走過去 然後他到了這個房間的門口 他就突然之間覺得現在全身發冷 然後那種雞皮疙瘩全部都豎起來 他就走不了了 然後他的眼角 因為他短頭髮 他不像我們這樣子頭髮會摺住 他就說他看到在這一個位置 這邊是一家鋼琴 前面是有一個座位的 他在那邊隱約的感覺到 有一個金髮很瘦的男生 坐在這個位置上面 然後他還有戴著一個金邊的眼鏡 可是他看不到他的五官 他也看得太仔細了吧 他就是眼睛這樣子一瞄 因為他被釘住不能動 對 他真的是釘住的 他說他幾乎是用爬的爬到廁所去 然後他就感覺到很多很多的怒氣 從那個方向這樣子射過來 然後他就很掙扎的趕快去廁所 然後去完廁所之後就用奔的 奔回來趕快跟我們講說 去拜拜這件事情 他還去廁所 要是我就直接奔回去 可是他很勇敢 對 其實我也不曉得他怎麼會這樣 你知道人在害怕的時候 可能下意識會做很多奇怪的事情 也不一定 而且人有三級啊 對不對 他說其實為什麼我們剛剛在拜拜的時候 那個房間會斷電斷三次 他說在我們開機的那個當下 那個房間其實大概就我們半個攝影棚 這麼大 那個包廂 四周滿滿的全部都是 在那邊看著我們大家工作 想說你們這些人這樣子煮這一桌好料的 也沒有來跟我們打個招 就是圍在你們的周圍這樣看著你們 對 通通都是人 然後所以他才跟我們講說 趕快去拜拜道個歉才順利 那這樣三支菸共分嗎 其實我們也不曉得 這是重點嗎 我想問一下嘛 對啊 那個時候只求趕快拍完趕快離開 是 好可怕喔 好可怕 其實這樣啦 有一個很棒的一個民宿 大家都可以住 如果你去渥泰華的話 我們等一下 給你看 渥泰華就是他們的首都 看這也很漂亮 很漂亮啊 其實也是滿孤雜的一個地方 有傳統跟現代交錯的 對啦 新舊交融嘛 對不對 沒錯 因為這個地方是從 1800年之前就有啊 因為它原本不是一個民宿 你們知道它之前是什麼東西嗎 什麼 監獄 真的假的 真的是監獄 對 那時候資安不錯 監獄很小間耶 對 就是啊 所以很適合就給民宿了 很多背包客都住這邊嘛 住在這裡 住在這裡啊 因為而且 以前嘛 人家都很殘酷嘛 很多人 很多囚犯 包括女人 小孩 都在這裡 喔 裡面好恐怖喔 對 對 很恐怖 而且 就是最恐怖的 是最後一個人 被判死刑在這裡 他叫做Patrick Whalen 而且後來大家都發現 他被判死刑 無罪 他是 其實沒有去殺 是冤獄啦 對 哇 所以就是很多人都會 聽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啊 就一些叫聲啊 或者聽到一些聲音 其實 因為我大二的時候 欸 它裡面還雙人床喔 欸 對 其實也不錯 它裝潢蠻漂亮 然後就是 哪裡漂亮 怎麼看還好 你覺得像也說像話 還有 蠻乾淨的 蠻乾淨的 蠻特別 反正我聽到了 我就大二的時候 在我搬進房子之前 我就覺得 欸 這裡很特別 我就住這裡嘛 而且所以我住了嘛 我本來就不怕鬼嘛 但是 真的發生了一些 有點奇怪的事情 什麼事 因為我就躺在床上 然後就 聽到了一個聲音就 啾 啾 然後想說 欸 誰在 誰來啊 然後我就打開門 就沒人了 我覺得可能就 我聽到了一些什麼事情嘛 是 哇 後來又聽到了一些聲音 就一些笑聲嘛 像說 這裡是民宿 OK 應該可能 大家在笑你這樣 對 對 可能有人在那邊 真的我以為 可能有人就是玩弄我 就敲你的門 然後跑走 對 第二次又來了 就跟大聲就 啪 啪 啪 我就 怎麼這樣 我這次就出來說 到底是誰敲我的門啊 你們在幹嘛 但一樣 沒人 又沒人啊 反正我就覺得很奇怪 然後就會聽到一些東西 但是都沒有看到別人 然後就 早上起床的時候要離開 他們就 就睡得怎麼樣 我說 你去那邊之前你知道 這裡之前是監獄嗎 有有 而且也聽過那邊有鬼 但本來不怕嗎 我想說就體驗一下 就有點去挑戰 去看 一定要 到底有沒有 不只美國這樣 歐洲也很多啊 對 就是啊 忽然間現在看起來那一棟超美啊 所以以前是女子監獄這一種 對 還有什麼醫院什麼之類的 然後現在變成什麼五星級飯店 然後外面燈打得都超漂亮的 真的 而且剛剛將軍問他說 你去之前知不知道 他知不知道嘛 那所以只有三個字可以形容 自找的 自找的 對 活該 對 活該 那還有哪裡 剛才阿龍那個是被改裝過的 但在馬來西亞呢 有一個 原汁原味的就是監獄 馬來西亞吉隆坡很多人去過 但是這個監獄呢 他就在市區裡面 我現在帶大家去看 好 OK 在馬來西亞呢 好大喔 這座監獄呢 它已經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了 它在1891年呢 就已經被蓋好了 那你可以看到它非常的大嘛 然後這個 這一條呢 是馬來西亞吉隆坡 很主要的一條高速公路 那為什麼會這麼多人去 因為它的旁邊呢 其實就是市區很多商圈啦 什麼都在這裡附近 然後它的對面呢 我想他們應該是安排好的 它的對面 就是警察局 對 這邊犯罪 然後就直接丟進去 然後這個大小呢 大概可以容納差不多 兩千個囚犯左右 而且你看它窗戶都超小 超小 對 看不出去的 然後它有很多洞嘛 然後這個就是它的門口 好恐怖耶 一百多年歷史 對 然後我每次經過的時候呢 我就覺得這個門口 好像就在告訴你 你進來了 就不用想要出去的感覺 有 有這種感覺 對 它就是陰森森 暗暗的 所以呢 在這個監獄裡面呢 其實有一個這樣子的故事 這個監獄裡面呢 有一個無頭的女鬼 因為在很久以前呢 就有一個這樣子的女生 她犯了一個罪 然後就被關進去裡面 在不久之後呢 她就被判死刑了 但是她覺得自己是沒有罪的 所以那個時候 她的怨氣很重 但也覺得非常無助 所以她就在自己的牢房裡面 就上吊自殺了 但是 死了還好 她上吊自殺在掙扎的時候 然後警官去開門 然後救她下來 把她救她下來之後呢 她的脖子 就已經受了很嚴重的傷了嘛 然後後來在過後的一兩個月 她就 當然他們就幫她敷藥啦 什麼的 但是還沒有到 她完全康復的時候 她的死刑的那一天 已經到了 所以那個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這樣子白天 大白天的一個房 你看裡面 她的那種暗是伸手不見五指的那種暗 那這間監獄呢 其實在我大概中學的時候 她有開放過 然後老師還建議我們可以去 因為她在她的中間呢 她就會給我們看那種 鞭打的那種影片嘛 就跟我們說 小朋友你們不要做壞事 然後她的牢房其實也是開放的 後來我這個朋友她是比較看得到的 後來我就跟她就走進去 我們也不知道那是女子監獄 我們就往裡面走 走完之後我朋友她就覺得 開始頭痛了 然後她說 Peace 你可不可以站在這一個地方 這一個門口 然後我就站上去了 站上去了之後呢 她就看著 譬如說 這個是我 這是我的朋友 然後她就把我的頭這樣 你的頭過去一點點 稍微移過去 對 稍微移過去 然後她就問我 然後我就聞了一下 費达你的味道 不是 什麼鬼的好不好 流汗 我就聞到一個比較奇怪的味道 然後後來她就說 OK 好了 好了 那你聞到就好了 那我們就走吧 然後我們走離開 離開那個門口之後 我就問她 為什麼你剛才會把我的頭推過去 是 她說你 剛才你的頭推過去的地方 剛好就是那個女生 只有身體 沒有頭 這是來一種朋友 我 我就 喂 你為什麼會這樣子折我 你們現在還是朋友嗎 後來就不是了 那你真可憐 所以這個就是馬來西亞的 現在還是可以開放參觀嗎 現在嗎 其實現在這一個 大概在2010年 已經被正式全部拆掉了 對 所以 這該是拆掉 我跟你講重點來了 現在變成什麼地方 對啊 如果它拆掉 現在變公園就算 它如果蓋大樓的話 變飯店更可怕 我們還去住 我上一次回到吉隆坡的時候 它現在被拆掉之後 它變成了一個 一個發展商的那個示範屋 對 藥品屋喔 對 哇 是藥品屋 是以後要蓋房子啊 對 藥品屋 還是會蓋房子啊 對 所以我也不知道現在 那個地點到底是怎麼樣 祝福那些入住的人 謝謝和平 謝謝 波斯也有一個地方我要講 其實我是有很多故事 可是這一次我要講的是 一個摩斯科的祭典 它叫做摩斯科神力公園 它就這個地方 欸 好美喔 對 也是很美啊 神力公園 很厲害啊 對 它就是非常的大 這個公園它其實是有一種 就是文化跟歷史性的意義 就因為為什麼它叫神力公園 因為它是要今年二戰的犧牲 而成立的 就是因為這個公園 它是有放很多 就是戰爭中用的車 當年的一些武器啦 對 武器啦 很多東西 我們俄羅斯人 就是我們真的很 就是很驚豔這個戰 所以我們也不會 因為這個戰就是 就對這個戰開玩笑 對這個戰爭開玩笑 對這些東西 所以我們淡地人 如果真的要到這個公園 可能就是觀光還是什麼 我們會到這個地方 我們會講話很小小聲 然後我們就會非常的尊重 這些人 然後這些東西 大概四年前 我又帶一批學生 在這個地方 就是給他們 就是可能當他們的導遊 然後那時候他們也說 就是因為他們講話很大聲 他們就看到好像有一個影 然後就是一個男生 就站得很兇 他的表現很兇很兇 然後他就就看起來 他在罵他們 他是 他們就嚇到 他們本來以為是可能是 就是這個警衛還是什麼 可是他們看了 他喜歡的衣服 就是俗戀二戰時代的衣服 當年的衣服 對 所以後來我也就是 聞別人他們也說 就是真的有這個故事歸故事 如果你真的很巧 你就是表示不尊重 他認為你就不尊重他了 所以你不讓他很安靜 在那邊休息 那他會出現 然後就罵人 你覺得那個墓園很可怕 我跟你講 最可怕的是 就是你 有死過很多人 對 就是我 有死過很多人 但你卻不知道他被埋在哪裡 對 真的假的 這個是最可怕的 就是觀光客不知道的嘛 沒錯 哪裡哪裡 你說一個出來 就是在我家後面 蛤 你家後面 蛤 對 離我家開車差不多20到30分鐘 有一個地方叫做 有一個地方叫做 然後這個地方呢 就是我們在跟英國打戰的時候 那個獨立戰爭嘛 然後那時候剛好 我家附近就是其中一個戰場 然後現在已經被弄成一個 一個觀光區啊 你可以在那邊 然後看有什麼東西 然後會有戰場啊 然後還會有這個 那時候的這個Braton Family 這個家族的房子 到現在還是有了 然後其實它裡面 現在有很多表演者 然後你就可以去那邊 他就給你看古代時候 是怎麼生活了嘛 然後你小時候 老師帶你去的時候 你覺得很開心啊 就可以體驗一下 但其實我長大之後 我也還有一些親戚跟朋友 他們也是去那邊工作 當表演者 他們說其實呢 太陽下山的時候 最好是不要在這個地方 為什麼 對 因為比如說我這邊有一個親戚 他是專門清理那些房間 然後打掃什麼的 然後他很多東西都是被圍起來 我跟你講 他們講這個Braton Family 還有這個房子的主人的時候 他們不會講得很像他是過去啊 說這個是之前他的衣植啊 或什麼那樣 他就說這個是他的衣植 他是用這樣稱呼他 就好像那海在 像我的親戚他說 他有一天晚上他在打掃房間 他就聽到旁邊的房間 好像有人在聊天啊或什麼 他想說奇怪 我不是最後一個上班嗎 我要下班 然後其他的人已經走了 對 然後他說應該是還沒吧 他就先走進去那個房間 他說他一走進去 安靜了 什麼都沒有聽到 所有的房間他都在尋一下 然後到外面去 沒有其他人的車子喔 只有他一個人 更可怕的是很多人 我們西方人是很喜歡去找鬼啦 然後那個戰場 然後那個戰場 剛剛給你看那個戰場呢 他說晚上你進去的時候 有一個人他看到一個軍人的靈魂 而且這個軍人呢 是穿那個時代的衣服 然後他在那邊尋找他的手臂 因為你看到這邊是手臂完全沒了 然後那時候會有一些炮啊什麼的 他會撞到 你不會馬上死 你就會你的腿啊 或是你的手就不見了 對 而且他說那個靈魂 就完全不理他們 他在忙自己的事情 然後說晚上你還可以聽到馬的聲音 然後還有一些將軍和命令啊 然後就是尖叫聲啊 然後就是很戰場了 更可怕的是 如果你走出那個戰場 你走錯路 你會發現 為什麼這個森林 我走幾步就 又到一個小洞裡面 再走幾步 又到一個洞裡面 其實呢 就是在那個時代 我們很多那邊的人是有努力 沒有石頭 怎麼知道你插進去了 就是一個洞 天啊 對 他說那天晚上也可以聽到一些人聲 或是哭泣的聲音 很可怕 會發現啊 就世界各地像這一種的這種 比如說這個紫禁城啊 或是像他剛剛講的這個啊 或是這一種 都通常四五點就關了 對 太陽下山前一關 對 好像沒有讓人家晚上去的 沒有啊 就在太陽下山前就趕快把你趕出去 沒錯 可是晚上都會有什麼第二團的洞 對 有可能喔 旅遊世界各地呢 其實有時候真的會碰到一些 我們真的 意想不到又詭異的事情 這誰知道呢 剛剛我們剛剛都是在講在國外嘛 對不對 其實在台灣是不是有很多 這種靈異的東西 靈異的東西 沒有 台灣很多耶 有嗎 很多 超多 隨便講一兩個來嚇嚇我們 我來講 因為我覺得二分之一牆有一個 很重要的工作就是 除了台灣的朋友可以吸收到 國外知識之外 也要給住在台灣的外國朋友們 了解台灣的習慣 對 所以呢 這件事情 讓他們見見台灣鬼 對 對 其實這件事情是發生在 我自己朋友身上的 對 所以你們先看喔 這個是 大家有看得出來是什麼嗎 就是很多的火火很旺 你有看這個綠色的圈圈 你有覺得在這裡面 好像有一個什麼特別的圖案嗎 圖案 我看到一個呼拉圈 那就是 不是綠色圈圈嘛 那是一個字嗎 那感覺是煙啊 這個活的 看到人耶 有煙 有人看到人臉嗎 沒有吧 有人看到人臉嗎 誰有臉嗎 誰有臉在那邊嗎 有臉嗎 我們現在是攝影棚 燈比較亮 但是其實呢 我們在這個位置裡面 有一張臉沒有錯 但是它不是人臉 我先跟大家講 這個故事的經過好了 這是在我朋友的家裡面發生的 那我朋友他們家是住在中部這樣子 所以大家都知道說 如果台灣要辦喪事的話 我們都會燒紙錢 給自己的親人 要上路的時候要用 那那個紙錢呢 有一個很特別的方法 不像我們拜拜的時候 就只有一個金筒 在那邊這樣子燒而已 我們是為了一家人 所有的親戚 大概會拉一條繩子 然後圍在那個金庫 或者是說那個燒紙錢的地方 圍成一圈 才能夠確保 這個紙錢燒掉之後 是自己的家人拿到的 好 那因為在台北 或者說都市裡面的話 我們會去特別的地方去燒嘛 可是在鄉下的話 他們可能就會在家附近的空地 就這樣子圍起來就燒掉了 那我這朋友他們家呢 在那個地方有個很特殊的習俗 一般我們都在講說 火葬場啦 什麼地方不要隨便拍照 對嗎 他們家那一天就是這樣子 因為這個是他的一個阿伯 比較遠方 比較沒有人緣的阿伯過世了 那家裡面剛好又有另外一個長輩 他是一個風水師 他就說你們最後一天 要燒褲錢 讓這個長輩上路的時候 就因為這是最重要最大的一筆 這個很奇怪吧 為什麼 對啊 他都看不到好 為什麼 他就說因為在台灣辦喪事 我們要拜七次 有坐巡這樣子 對 每一次坐巡要拜的時候呢 他說他們這個風水師的親戚 都沒有看到他們家過世的這個阿伯 來收這個紙錢 然後都是被旁邊的孤魂野鬼 給搶走 然後他就說但是這一次 因為這個是他上路前的 最後一筆錢了 你們一定要記得把這個錢護送給他 所以你們要拍照 那看到的這一張照片 就是在儀式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啊 我們如果後面可以做特效明顯一點的話 你可以看到在這個角落 其實他是有一張猴子的臉 我這邊看的是有點清楚 這邊是兩個猴子的眼睛 我看到眼睛了 對 然後有一個小小的嘴巴 對 我看到了 在這邊 真的耶 有耶 有一個小小猴子的臉喔 真的有 你們仔細看 這邊有一個猴子小小的臉 在這裡 看那個螢幕比較近 這裡 小小的有沒有 對 有 有耶 好可怕 台灣朋友 我還有另外一張 更明顯的照片 這個是鼻子 對 鼻孔有沒有 中間是鼻子有沒有 有 旁邊這邊看起來有兩個眼睛 還有鼻子 對 底下還有一個嘴巴 開的嗎 嘴巴是開的嗎 真的有耶 這個很大 這個是在燒了一半的時候 拍的照片 然後他們就把這個照片 給那個做塞工的親戚看 那個親戚就講說 其實我要叫你們拍照的原因就是 我們這個過世的阿伯 他生前是殺豬的 他是屠夫 所以他生病 一定有跟很多的那種 什麼冤親債主啊 會不會曾經被他宰殺過這些生命 要來等著他死的這一刻 跟他討債 那因為之前燒褲錢的時候給他呢 那都被這些冤親債主 或是孤魂野鬼給搶走 那他們家因為是在這個鄉下 那附近其實有很多的動物靈 動物死掉 他們的靈魂也會留在地上 所以他就講說 你們一定要拍 拍到有那個阿伯的身影出現之後 這個錢才能夠保證他可以拿到 確定他有來拿 對 但是他說那一天前面拍的這些照片 出現的這些猴子的臉 就是他們在當地有一個猴王 猴金 成金了 這個大的臉就是猴王的臉 然後旁邊那些小猴子的臉呢 就是他的你知道那些手下幹嘛的來搶 然後到最後最後 他們錄影有錄到那個阿伯的樣子 就是阿伯的背影 他們全家人才放心 所以這是台灣特殊的行李 猴子也要花錢 猴子拿錢要幹嘛 對啊 就是來搶啊 或是不曉得 所以你要跟顧文也不會打交道 OK 然後我覺得 因為我在美國沒有很相信鬼這個東西 因為我自己是還沒有看到啦 但是 這就是一個討厭鬼啊 所以看到的都是別人 都是滿討厭的 謝謝 然後 其實我是來到台灣的時候才開始 稍微 也不是說完全相信啦 但是有尊重你們這個鬼世界的這個東西啦 嗯 什麼叫我們這個鬼世界 就 最好朋友的世界啦 英陽兩界 對 然後 這個時候是就是我們去 我去花蓮的一個遠住民的阿美族的部落 是 那一年我就遇到你了 哦 那麼多年前 那個是豐年紀的時候 對 這樣你也可以不要遇到 那個時候 對 那個時候很久 我還在出外景的時候 我那一天就是有遇到了 他在暗指你 是 不是 那個很多年前 大概有七八年前了喔 有 那我現在不講是哪一個 七八年前就開始騷擾原住民了 哈哈 就差不多啦 那我們現在不講是哪一個部落嘛 但是那時候 你來的前一天嘛 我們去那邊 因為 比較靠近花蓮的一些部落 有幾個是已經失去他們傳統的SOP 那個流程嘛 然後對特別是阿美族來說 豐年紀是一個很嚴重 一個很 一個很傳統的就是 拜他們的祖靈的日子 然後 在那個豐年紀的現場 你會有他們 你的祖靈都會在啦 所以你唱的歌 你不能隨便唱歌 你一定要唱豐年紀的歌 也一定要跳豐年紀的舞蹈 但是就是因為它太靠近城市 所以 他們已經失去那個傳統嘛 然後 他們那天我記得他們讓很多 其他的組 不是阿美組 他們還讓他們上場 像你 跳舞 哦 對 像美國組 他就讓很多人這樣 然後連現代舞都跳啊什麼 一點傳統都沒有 哦 結果那天我本來要下去跟大家跳 我朋友就把我抓住 他說你不要下去 我說為什麼 他說這個祖靈在 而且祖靈這樣看一定會生氣了 對 他說你跳得也不好看 對啊 對 怎麼辦呢 他說沒關係 你就站在旁邊看就好 我說好啊 我沒有騙你 過了幾分鐘 救護車就來了 蛤 對 救護車來了就把他們 騎生一個部落的老人家 帶走了 因為他那一天在現場就走了 哦 對 現場就走了 那這個跟這個祖靈有什麼關係 就是因為祖靈不開心 他看你們在這邊不跳傳統的舞蹈 傳統的歌曲 還讓別的組從 比如說我隨便講 比如說泰雅族來 來阿美族的部落跳 還有讓美國人來跳 那臥底就在那邊 你們開心 臥底就在那邊 不是厲害的 就是你這美國的部門 對 對 呃 反正那個祖靈就看得很不開心 然後就 就把人帶走了 哦 對 對 其實我跟袁哲明的部落 也有一件事情 就是我 前 就前幾天我去拍外景 然後 那時候我們又到了一個 袁哲明的部落 然後因為就是天氣很熱 然後我還要牽水 所以我就回到了台北 我就發現我的鼻子好不舒服 而且我沒有辦法清鼻涕 就是 有的時候你可能就是鼻子塞進 你可能噴一噴 然後清鼻涕就沒事了 可是我一直就是 它卡在中間 然後我就感覺發燒 所以那時候我就覺得 我要可能看醫生 可是那時候是禮拜天 所以就有轉租也沒有開 呃 剛好那時候我男朋友的媽媽 他載我 他就是載我 所以我就坐他的車 然後他問我 就是我的鼻子怎麼了 為什麼 我的聲音這麼奇怪 我就說不知道啊 可能是潛水就是北水降到 然後鼻子不舒服 也不想過敏 然後他就說 你最近有沒有發生 就是可能其他的很奇怪的事情 然後我就想到了 對啊 我就在這個部落 就是我跟其他人一起下去 他也沒有什麼山也沒有什麼 我就 就他有就是一個高高的地方 然後我就這樣子下去 其他人都沒事 可是只有我一個人 剛好在一個石頭上 而且也莫名其妙 我就這樣走走 然後會望吼 然後我就跌倒了 然後我就 撞到了我的鼻子 又很嚴重 就是我有很大的鬱青 所以我那時候 我就跟他講了這個 我就說 我覺得比較不舒服 所以就兩件事情 就是一起發生 然後我說 哦 你可能就是 有東西在 然後他帶我去收驚 可是他完全沒事了 真的 我的鼻子就是下次就好了 我問你 奇妙 說我很驚悚 因為他本來不相信的 後來信了 對啊 你去那個部落的時候 你說你要去繁州啊 去拍外景對不對 對 你有進去森林嗎 或是水裡面 有啊 那你有先跟他們做 那個拜拜醫事嗎 沒有 沒有因為一開始 我們不是去部落 我們就是去附近 部落附近 然後剛好就是要 就是用那個什麼 繁州 然後因為我們要 就是做效果 就是一定要翻 就是翻過來 翻船 翻船 所以那時候我也翻船了 然後我好幾次游 就是進這個水 哇 然後就是在神力我也玩 然後就是滿開心的 這樣子我 因為我完全沒有想到 是去的事情 真的玩很大 我們在這裡喔 真的鄭仲的 跟這個原住民的朋友們 他們倆不要再讓他們 去領部了 對 沒有事耶 什麼入山證的 也不要發給他們 對 對不對 是 你想體驗一下恐怖的事情的話 你可以去楊明山 真的 楊明山超多 超多 超慢耶 聽說 什麼事 因為我那個台灣留學的時候 念冬舞 那邊在那個士林嘛 所以有一天同學 晚上約我一起去 那個楊明山看夜景 去幹什麼 跟誰 跟誰去 跟誰 跟誰 夜景有看得到嗎 是不是自己先做了一些 不道德的事啊 是不是 我被罵他們 那一天一定是雲天耶 他約我騎 還是事先做了一些 不絕的事 他約 他騎 他說他也有騎喔 騎什麼 騎什麼 那個同學 約我騎那個 機車 摩托車 對 摩托車 上去楊明山看夜景 怎麼不是騎馬 騎 就是那時候是天氣好好的 然後那一定今天 那個葉子是很漂亮的 是 所以就好啊 一起去吧 就一起往下 向上了 然後 向上的那個過程中 突然 大氣霧 大霧 很容易 其實楊明山是長成這樣子 對 可是那今天是真的 嚴重到看不到前後 哇 好濃喔 然後其實那個楊明 所以你不知道他在你前面 還是在你後面 有騎馬到這種程度 是個厲害的 要去看醫生的 他拍的 這樣要怎麼玩 不知道風車跑去哪裡 是 他開的 然後我們就覺得 那我不知道放下怎麼辦 所以那我們是 就隨便騎啊 對 隨便騎 然後 隨便騎 又太瞎了吧 所以我們就 就不能隨便騎 我們就問那個路人 就是其他的那個騎機車的人 就路過的人 問 那那個看葉子那個文化大學 那邊是往哪邊走 然後他說一直走 好啦 那我們只走 一直走 可是那邊楊明山山是燈很少 然後一直走也沒有到那個 有加油帳啊 看不到那種那個熱鬧的地方 所以我們就越來越懷疑 這真的 那個剛才的路人是真的嗎 我們一直懷疑 那那直走 他說直走 就直走 可是我們越來越 好像是偏僻的方向 所以我們就覺得 那個路人到底是 然後我們就覺得 他們是隨便講的 那我們回去吧 還是回去 然後 後來 等一下 再直走 就看得到 一個看板 就是寫那個 粉墓的地方 我們看到那個看板 然後 前面 就看得到 一場粉墓 我們都 就馬上 立刻回去 就沒有看葉景 粉墓上的照片 就是剛剛跟他暴露的那樣 不說八道 什麼 這真的 真的 所以大家真的 小心 所以這故事告訴我們 真的還是要問 對啦 不要讓問別人 就是重點吧 對 好問 不過講到姚明山真的超多 因為我以前就就讀那個 文化大學 是 文大也是一個 你也是文化大學不是 我怕剛異校 都很可怕 那兩間學校 可是他不一樣 他鬼見愁 也沒有 鬼看到他都怕 別人就對了 文化有一個館 叫做大人館 就是傳說中 就是最陰的那個館 然後那天那時候 因為你知道大學生都不怕嘛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去坐大人館 剛好到那邊上課 然後我們就進了那個電梯 然後當時就有一個男學生 就是你知道很調皮 然後他就開始講說 你們知道嗎 在這個大人館裡面 就想要講鬼故事 然後呢 例如說我們本來要到三樓上課 就是就在這時候 每一層樓他都停了 他就到了一樓 我們已經進去了 他就門就開了 他正要講鬼故事的時候 我們已經按關門了 他門又開了 然後我們就想說 也太詭異了吧 然後呢 男生就覺得 你知道大學生就很無聊 就覺得很好玩 就繼續講 結果二樓也停也開了 然後一直到三樓 然後也停也開了 然後我們就覺得 有點詭異 然後想說趕快去上課好 不要再講了 然後我們就噸... 奔到教室裡面 然後後來下課的時候 因為我們那天剛好有一個發表 就要拍大合照 結果呢 拍完第一張大合照 大家就check照片的時候 那個講鬼故事的男生 臉是霧的 全部裡面 只有他是霧的 我們本來就想說 是不是這個角度不好 就是會有人晃到 我們說沒有... 我們到另外一個地方 再拍一張好了 再拍一張 結果那個男生的臉 還是霧的 就只有他 結果後來他還好嗎 目前還健在 真的太調皮了 那可能他本身就長得 模糊了一點 什麼事啊 今天這一集的... 今天這一集的節目內容多重要 真的 講了那麼多的景點 都是一些 就是說我們都曾經去過 但不知道他背後有一些故事 真的喔 對不對 那有一些觀眾就是愛轉台 轉來轉去 你看你們也看到了吧 是不是 不會 沒辦法 你就不要弄來弄去嘛 對不對 我們現在是在罵觀眾是不是 也不是 你們找重播來看 也就可以了 好的 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滿分之一牆 下次見喔 拜拜 其實有時候真的會碰到一些 我們真的 意想不到又詭異的事情 誰知道呢 你看看 真的 這個讓你不會想到一個第二次的 有 我有 因為我以前就是我念高中的時候 我17歲的時候 我又出國留學 我到了英國 因為那時候就是我父母擔心 如果我到倫敦我可能會 就是壓力比較大 因為反正是小孩 所以他們送到我英國南部 就是叫一個一個城市 叫Dotnes 然後這個是一個非常古老的一個城市 它每一個建築 我有可能就是幾百年的歷史 就是市中心 而且剛好我那時候住在市中心 所以我住的房子也是比較久的 那時候我就覺得滿漂亮的啊 就是滿舒服的感覺很不錯 然後我就住第一個禮拜 我把我所有的東西 都放在櫃子裡面啊 衣櫃啊 什麼桌子上 然後我就開始發現 就是有的時候 我一些東西不見的 就是衣服啊 或者一些就是花裝瓶啊 或是小小的筆啊 什麼牆筆都不見的 鉗筆都不見的 然後可能裹幾天又放回來 然後我就那時候覺得 可能是我的就是那個 主持人的女兒 她可能就是過來跟我玩 然後她就可能拖拖拖 然後過去天堂玩一玩就放回去 然後我就有一次 我就跟他們一起吃飯 我有問這個女兒 我有跟這個小女孩說 我的東西不可以拿喔 不可以囉 她說我沒有拿 我說不然是誰拿 然後我覺得她說很生氣 我覺得就好奇怪 就是東西不見的 我去找她的媽媽 我跟她說 就不好意思 我不喜歡就是別人拿我的東西 就可不可以不要拿 她說 如果你遇到這樣子的情況 我建議你最好禱告 我就說為什麼要禱告 然後她就跟我解釋 就是因為他們是住在這個市中心 然後他們的房子也是有幾百年的歷史 他們常常會就是有鬧鬼 然後就說這是鬼把我的東西拿走 然後再玩一玩就放回去 我就說好奇怪 就是我不相信 所以我相信這個故事 所以我就還是 就是不太在乎這些 後來過了幾天 我有一個新的室友 一個義大利人 有一次呢 我帶我一個俄羅斯同學 回我的家 在我家睡覺 然後就是我跟這個女生 就是聊天 玩夜聊天 然後聽到了 有很奇怪的聲音 好像有人哭 然後就狂禱告 因為我聽不懂 然後就這樣 然後就黏 黏 我就覺得好奇怪 我就開門然後發現了 這個石油在狂禱告 一邊哭一邊禱告 我就說 你怎麼了 她都沒有理我們 我就好幾次問她 你怎麼了 她就說 就是她看到了 就是有人開門 然後她就發現 就是外面沒有人 然後就是我們的窗戶 因為它是有木頭的 它就很久了 不像我們就是家一樣的 就是那個塑角的 她就這樣子 就是一開 關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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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很怕 他就也想到了 他只能禱告 所以他就禱告 我問他 你有沒有發現 你的東西不見了 他說有 到了最後 因為我也覺得好 我可以禱告 好 我可以試著 因為我是覺得不可能 可能真的別人在玩 然後就是 就好像也沒有太大的幫助 因為到了最後 到了最後一天 我要收東西離開 我叫幾個人 就是我那個主持媽跟主持爸 我就叫他們過來 我就幫我檢查 我房間有沒有東西 就是沒有收好了 他們說沒有 都收好了 好 我再叫我朋友過來 要跟我檢查 沒有東西了 好 我就回過了 然後我到了俄羅斯 我就發現有一些東西 可能我 像我的這個 宗教我們也有就是一個圖案 對不對 就是有耶穌或者什麼 我也不知道這個東西叫什麼 那就是一個圖案對不對 然後我那時候 我媽媽給我的是 就是跟我同一個名字的 神的圖案 他的護身符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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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跟我同一個名字的 我發現這個東西不見了 然後還有我的衣服 還有我的一個小小的包包 就是撞那些什麼 槍筆之類的東西 不見的 然後我就覺得好 算了 我可能真的自己就是沒有撿到 就是沒有收起來 然後就過了一段時間 我收到了一個郵件 就是這個主持人 就聯絡我 他說 大學你知道嗎 我們現在有新的學生來了 然後我們開你的房間 因為沒有人經過我的房間 就是我離開之後 過了一個禮拜才有人進去 他就說 我桌子上有這些東西 對 桌子這麼明顯的 怎麼可能會沒看到 而且我交了三個人對不對 所以就很明顯 就是不是真的有 就是人玩然後放回去了 那時候也不是我不小心不見的 對不對 沒有拿 沒有收起來了 所以他就是住到了一個 麗陰宅 對 然後他 所以我們只能說 那家房間的那個小女孩 真的很調皮 太多了 真的 公主嗎 怎麼可以拿了 太慘了 真的 好愛人 好可怕 我最近有去IG玩 然後我們也走到一個 就是也很複雜的地方 我想解釋一下 我之前去IG玩 我們走到一個地方 叫做Luxor 就是那邊很漂亮 就是有很多 不斷的了 對 這不一樣 就有一個賣鬼 有賣鬼 它其實那個整個地方 都是一個千年古城 對 沒錯 然後就是我們 我們光很多地方 然後我們走到就是 那邊荒地的墓地 下一張 對 就是這裡 然後就是那邊也有 就是有像地下街 一種地方 然後就是那邊 比較什麼都看不到 然後我們就是 光這個地方的時候 我就是好像一直聽到 一個聲音在旁邊 但是我一直看都沒有人 對 就是之後在 就我們的導遊 在解釋就是 這裡有什麼 這有什麼 然後我還聽到一個聲音 我覺得好奇怪 然後我問那個導遊 其實你們是不是 安穿一個喇叭在這裡 然後就是一直有聲音 我說其實不是 你應該聽到是 這裡祖先的一些聲音 就是 就是那邊從墓地 會有一個聲音 對 就是很奇怪 但是我也不相信 他會這樣說 但是他真的說 就是從墓地 你會聽到聲音 對 就是這樣 就然後我再也不想去那邊 就是很恐怖 而且埃及有很多 他們的神跟鬼 對 會覺得那邊 就是那邊 埃及的 埃及傳統的歷史 也有一點複雜 就是也有發生過很多不好的事情 對 所以其實那邊 去那邊的話 真的要小心 而且他們很多就是那種 對面就是墳墓 可是這邊是住家 對 沒錯 超近的 千年古城那一種 對啊 你有去過是不是 那個地方叫做路克索 它其實就是埃及 他們古代的帝王 都會葬在那邊 那中間是尼羅河 所以其實你們剛剛看到 那個應該是公養神廟 就是那個 剛剛那雕像是拉美西斯二世 它的樣子 所以 確實那個神廟裡面 有超級多奇怪的那種神話 然後因為它裡面 有很多那個巨石 應該說這個巨柱 大根柱子那個柱子的墊 我們剛剛看到那個柱子 那它裡面有很多很奇怪的回音 可能譬如說 我今天在這個對角 遠遠的可能一百公尺之外 我會講一句話 然後他就會因為那個 聲波傳導的關係 再另外一個對角的人 也可以聽得到 聽到了 對 然後那邊也一樣 到了半夜的時候 所以有時候可能不是鬧鬼 有時候可能是聲波 有可能是 可是因為他們有講說 在有一段很混亂的時期的時候 在 因為我剛剛講說 尼羅河的東岸跟西岸 那個是在東岸活人住的 西岸那邊都是死人住的 對 其實有很多的盜墓者 他們晚上就會出來把守 守護那些墓室的士兵們給殺掉 進去盜墓 所以其實那邊死很多 那個很有名的那個玫瑰城 那邊也就是 那邊全部 對 玫瑰城那邊我們去參觀過 玫瑰城那邊也是在四五點 他就會把你全部趕出來 對 星奈山那邊也是有很多 對 然後那邊就是這樣 你站在這邊人住的地方 然後對面全部以前都是墳墓 對 然後東西裡面都空的 因為都被盜墓盜光了 沒錯 沒錯 對啊 就是很多 埃及超多這一種 很陰盛 很恐怖耶 有一點真的很恐怖 有點冒患了 先生 想要上廁所嗎 沒有 冒患 身體很 冒患會不會是你穿太多 搞不好也是很熱 因為我之前去了那個馬來西亞 就是馬流甲海峽的 我跟朋友們一起去嘛 然後那時候就去了海邊 就要去那個出海 坐船出海嘛 那裡有一個活動 是可以膚淺的地方 然後我們就是五六個朋友 就是大家一起下水 然後船上不是有工作人員在等嗎 然後我就五六個人下水 我們玩得很開心 但是很莫名其妙的 我們五個人同時下水 然後我們 大家都玩在一起 我們不會就是跑太遠的地方 但是有一個人就是不見了 但是我們那時候都沒有發現 有一個朋友就自己飄過去 但是他在那邊怎麼叫 我們都聽不進去 然後那個工作人員他們也沒有看到 因為他們不是一直觀察嘛 有沒有人就是那個有 對 救生員嘛 對 救生員就會看嘛 但是他們也沒有看到 然後那個朋友就覺得 他長得有這麼不起眼 他是一個很堅強的人 然後平常游泳也很厲害 水性很好 水性很好 所以那時候就是他自己飄過去 然後他跟我們說那時候 就是他好像遇到一個詭異的事情 然後他就心裡不是有想嗎 就聽說台灣人就是有想到主線的話 會保佑自己 就他一直想到他主線 就是阿公啊什麼之類的 然後就是過了差不多四五十分鐘 接近一個小時的時候 我們就很妙 就是一個很莫名其妙的 就是好像醒了一樣 就好像看到那個朋友在那邊 有一個工作人員看到那個朋友在那邊 然後已經飄得很遠了 所以那個救生員就是馬上下水去救他 但是我們那時候覺得他是騙人的 我不會相信這種鬼嘛 然後我就覺得很騙人 在幹嘛騙我們 但他一相傳之後他馬上這樣大哭 他平常是一個很堅強的人 然後他很哭著就是在講那個 他當時發生的事情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覺得 原來是真的 好像是被水鬼 他是被抓是不是 好像是他怎麼游也是游不過去 然後他一直叫也是我們聽不進去 聽不到 抓交替啊 對 所以我們後來就覺得 有點怕水了 就是那一陣子有點不想去海邊 我們今天也請到了當時的救生員 來到現場 對 當時的狀況其實就是 好 真的 接吧 接 我在救他 不是 那他的老家啊 在馬來西亞尤其是 因為我們海島很多嘛 然後我們又是在沿海 很多不同的 幾乎每一個週你都可以接觸到海邊 那在東馬其實也是這樣 所以其實有很多類似這樣子的故事 然後其實我自己身邊也有朋友 就是因為去海邊玩 然後他們水性其實都不錯 然後其實可能他們也是覺得 安全措施沒有做好 然後他們這樣子就斷送了自己的性命 我覺得非常可惜 真的要小心了 海邊耶 哈囉 大家好 你們訂閱我們的YouTube了嗎 想要看我們幽默帥氣的模樣 就趕快按下訂閱鍵吧 你們的支持就是我們的動力喔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小朋友 Sулc 我們下次 verder 很豐 Sau 回到 我們下次見